大家好 又回到我们的望向编辑部YouTube Channel 时间 有我来自澳洲的真必思 你好 我好 大家好 大家好 才是真的好 亦有来自马来西亚的大马sir 本位好 在节目开始之前请大家为我们三个频道 望向正向晒冷气 点赞分享和订阅 启抗液拼经济反网报 好 今节我们就说一下巴黎铁塔反转再反转 反转的是来自两个北欧国家 这两个北欧国家就更加是 叫做反转不行 因为他们轮过去俄罗斯 想不到 现在 芬兰首先是反驳了一件事 他们的总统尼尼斯托 接受访问的时候 他出席客以新机举行的 北欧理事会第 是74届常务委员会 期间 有个新闻发布会 他明确说一件事 就是 我们 听到 一个消息 一旦 成为北欧国家 将会考虑 在我们的领土上 存放北欧的核武 其实 他就说没有 没有这回事 其实他说这番话的时候 就是刚刚被称为芬兰 吕特朗普的 总理 你记住总统就是尼尼斯托 总理就是马林女士 就是这位美女 他就说 要 建 这个边境墙 所以人家就说他 其实是建栏 为难 就说他是吕特朗普 尼尼斯托 现在说的 他说 他原话就是 我们要跟俄罗斯保持 他 英文原话是 good relationship 他这样说 是叫做 如果中文应该叫 目伦关系 而且是必要的 也说 过去从来没有暗示或者讨论过 在芬兰的国土上面部署核 就是作为 芬兰 加入 不弱的先决条件 没说过 那当然 连尼斯托亦都说 芬兰 是 无意 允许 是没有意思允许 在他们的国土之内部署核武 没有迹象表明任何北约国家 会向芬兰提供核武 到此时此刻 大概有28个成员国就表态 就支持芬兰和瑞典 是加入 这个 北约的 并且 有权根据第五条 获得北约的支持 总部设在客以新机的芬兰国际 事部研究所所掌 他就说 加入北约后 将核 部署在芬兰的 这个前景 是无契之谈 任何核武都 不会被放到在芬兰 北约和芬兰 没有这种意愿 美国和其他成员国的论述 并不包括向芬兰提供任何核武 另外 芬兰也不希望在他们领土上放置核武 跟芬兰一样 瑞典当然什么都一起跟着 两兄弟 芬兰同样也说 他们不准备在北约 应该是不准备在加入北约之前 对核武提出先决条件 即是 入北约的先决条件 不是要放核武 亦 他们的新总理 新首相 因为他们又有皇室 就说 我们不会提出任何先决条件 对于我们国家的核武处问题 瑞典的态度 和芬兰是一样 新任首相克里斯特松 就说 当然 我们 拥护北约在核武问题上的所有能力 但是 在定位方面 瑞典和芬兰有着共同的理论 并且站同一条线 芬兰在即将加入北约之前 已经制定了到2025年的 这个 计划 计划是什么呢 将会花费20亿美金 加强 他们和 俄罗斯的边界安全 其实就是加一些 叫做 监视器 电子 的护栏 当然国防预算 就会被扩大的 都有多少要加 加强边境的安全 扣置新的侦察机 扩大 边防人员军的 数目 以及更加广泛的 使用无人机 安全侦察 机械人 电子感应护栏等等 但是 为什么说他在巴黎铁塔反转再反转呢 其实 在这个月头的时候 这位 不是芬兰 是瑞典 瑞典的新首相 克里斯特松 他不是这么说的 他说 一旦瑞典成为北约会员国 他们将会对北约在他们境内部署 核武 持开放态度 但是现在又说 我们跟芬兰 不会部署 核武在我们的 为什么这样变化 这个克里斯特松 你说什么 你 不过他可以这样说 他说是持开放态度 那 那 是 那对门我关 可不可以这样 可不可以 其实 克里斯特松 在十月中 才是继位 才是拿到这个首相位置 其实在月头的时候 在赫尔申基就和 芬兰总理马林举行联合记者会 他们就说到 芬兰和瑞典 如何一起加入 北大西洋公约组织 即是这套北约 当记者就问 你们是否同意 北约在你们的领土部署核 那马林就说 我们不应该 设下先决条件 我们 已经 决定 不对未来任何 可能性 山上大门 那 当然克里斯特松 也是 同意 就说 你们从我们这里都知道 我们会和 芬兰一样答案 其实最大分歧来到哪里呢 你就看到 最后 尼尼斯托说的 和马林说的 有什么不同 其实这个瑞典 只有根字 尼尼斯托 说话是有份量的马林 你知道为什么吗 不知道 因为他除了是总统之外 尼尼斯托才是芬兰武装部队的总司令 做这些 军事上的事 真是谨慎很多 是的 等于台湾地区 其他那些不懂的 乱差这么说 真是懂的 就很谨慎 等于好像苏貞昌常说 拿把扫把 但是 邱先生 邱郭靖 台湾地区管军事 他就不是很谨慎的 说话 没有啊 我们 都是自己 做好自己 苏貞昌说 收超 这个扫把 阿胖走解放军 真的很失礼 你敢这么说 我都很佩服他 说真的 会不会找他女儿一世出来 很难分得出 苏貞昌 戴个假发 穿起女装 两个真的分不出 好似 苏貞昌 苏貞昌 你先走 结果 结果是 他女儿先走 好笑 说回克里斯特松 也说 瑞典和芬蘭针对这些议题 会采取联合行动 而且完全相同的做法 是自然的事 在这样的思维之下 除了和芬蘭共同进退之外 就没有其他意思 当然 他们有 留一点点后路 他说 我和马林 都认为 有什么不同意见 之后再商议 可能 现在商议了出来 就令到 瑞典 又要跟回芬蘭了 但是这次发号司令的芬蘭总统 尼尼斯托 不是这个马林 尼尼斯托真的是管军方 你记住 芬蘭 武装部队的总司令是尼尼斯托 不是马林 不是这位美女 所以 是聪明很多的 而且他和普京都比较熟 其实他可能知道 越说得硬 普京大大动手 是吧 其实瑞典正式是 5月份的时候 申请当然是北约 当时 执政的是 社会民主党 安德崇大妈 他曾经说过反对在瑞典的国土里面 部署或者建立永久的 合务 芬蘭也有法律 说明禁止进口持有 或者用合务 现在 可能 这个尼尼斯托就是修正了马林说的 也修正了克里斯特重的 以及你要知道 已经是北约成员国的 另外两个兄弟 就是 丹麦和挪威 他们拒绝在非战争时期 在他们领土上 建立永久性的 基地或者是部署核武 如果你跟回其他 挪威和丹麦 丹麦 其实也不应该是部署核武 所以现在 都是聪明的 尼尼斯托果然是 我觉得 比马林清晰很多 因为马林 之前因为有一些 我说真的没什么开派对 我真的觉得没什么 我真的觉得没什么 但是 令到他的 威信是大大减少 会不会 你知道政治人物 一威信减少的时候 对外 对外事的时候 就说得很硬 其实我觉得马林 可能是这样 我觉得马林也是这样 当然有些人 陆媒就说 他不是特朗普 马林是孟姜女 蛤 为什么 这样也觉得错了 他就说马林是建立北欧长城 不是哭到 你的历史也错了 你看看历史也好 对外事的时候 他就说了 很少 那当然 你会看哪个版本的 对 究竟花这么多钱 去做这个 遗兰 值得呢 我就 打个问好 那他们究竟 刚才我们说是用20亿美金 包含围兰和其他 人员的招聘 即是那些 边境的 保安人员 军队什么都好 那么围兰要做多长呢 芬兰和 俄罗斯呢 当然了 和俄罗斯的东部边境 都挺厉害的 就有 130到260公里的围墙要做 全部的边境就有千多公里 其实真的挺长 真的挺长的 那芬兰和俄罗斯两个国家的 边境有 1300多公里 大部分都是森林覆盖的 那芬兰的 边防 队呢 就发布声明就说 今次呢 要整的围栏有 几个规格是什么呢 大概预计就三米高 未来呢 将会在 部分区域 那里是 收这个围栏的 可以防止任何人 直接穿过 越境 或者 在地下通过都不行 可能有些都埋落地下 在澳湖战争之后 其实很多西方国家 都是 对俄罗斯 关闭 领空 那芬兰呢 当然了 他们是禁俄令 有 欧盟签证的人 你是俄罗斯人 都不能进芬兰 当然了 之前普京 九月底 不是有 部份动员 三十万人 的确有些俄罗斯人 是涌入芬兰 喂 说真的 你为什么 这样 你不是应该 给他们投奔自由吗 我经常说 他们的 理由或者 藉口一定是 恐慌有这个 奸细在里面 对了 那芬兰 就是关闭 这个边境 收据这个 遗难的计划 不单止他们就说 华林说 不单止为了 边境安全 亦都可以管制 一些来自俄罗斯的疑民 但其实跟他们所说的 普世价值就差很远 不是投奔自由就可以了吗 美国和德国没有跟 现在只有四个国家跟了 就是波罗的三国和 芬兰 又是那三个 好跟不跟跟那些国家 我觉得得得淡少 跟那些国家有前途吗 好 今次节目时间来到这里 多谢各位 再见 再见